大家好,現在要介紹就是欣甫,這個叫Relaxation APP 它是就是看Relaxation就是放鬆嘛,紓壓嘛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選擇這個APP來報告 因為就是現在就是就是人的壓力又越來越大 但是你看就是什麼歷年國人死因統計 但是它是其實是前幾年都是10名以內 但是最近有退出來的趨勢 但是就是以全球的來講的話 就是下面有寫啊,每40秒一人自殺死亡 就是自殺率還是很高 所以就是我們紓壓就是越來越重要 那就是所以紓壓的APP有非常多 所以當然我們今天就挑一種就是音樂的紓壓APP 來跟大家介紹 為什麼我們選音樂紓壓的APP 因為就是就是有研究顯示啊 就是就是你聽音樂的話就會刺激你 然後你的α波 在等一下會做介紹就是它會 就是會到達你就覺得很舒服 然後它的α波它是一個就是就是 就是它有天然鎮定肌之稱的就是 對 好 然後就是你聽音樂就是 聽音樂就是你聽音樂的時候 其實它也可以讓你的自律神經到達高度的協調啊 然後其實你聽音樂的時候你也可以選擇就是跟就是 可能你心臟的節奏相差不多相同的那種音樂 可能聽起來會特別的舒服 好 這個部分我們是要解釋就是那個音樂治療 什麼叫做音樂治療 就是可能像有些人就是心理壓力 所以就是有些心理治療師他會用音樂的方式 就是放在音樂的方式來治療就是你的心理的疾病 然後就是就是像剛剛有提到的就是你的樂音節奏 就是節奏其實也是一種對你那個就是心理有幫助的 但是這是後面我們會提到 然後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那α波 就是這α波它是從8到12Hz的狀態 它可以使人的身心處於放鬆的狀態 然後呢音樂的療程可以有就是有達到一下的這些功用 促進就是完美的身心靈啊等等等等壓力啊 好 好接下來我要介紹就是我們這個APP 它是一個免費的最這種點免費的 然後呢它其實我沒有查過就是你在Android系統上面 你沒有辦法好像它沒有辦法在Android系統上面開啟 就是它沒有提供對 然後所以就是主要是在蘋果的系統上面 然後呢它最特別的是就是這APP它其實放音樂什麼的 但它歸類在醫藥類 所以表示說它可能就是主要 主要就是拿來讓人家舒服 放鬆啦 然後它是以16種大自然為主題的就是音樂啊 然後它的Wallpaper也是 就是但是這個大自然為主題的也是就是 就是比方說你現在現代人就是可能在城市中就是住太久 就會覺得說喔那個可能大自然比較容易讓人家放鬆啦 你城市的壓力就自然而然比較大 你每天看到都是一些高樓啊 車啊什麼的 你自然親近大自然自然而然心情就會好一點 但是這個也是這個APP的缺點之一 就是跟我們剛剛的節奏有那個結合 那它的開發目的就是就像它的名字很很明顯了 就是說它叫心靈書牙 然後下面這是它的官方網站 因為它是英文的所以我想說 就反正開了大家也不太會想看 那就算了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就是這個 怎麼使用這個APP 好就是首先它這個使用的建議還蠻簡單 再來它一開始就是你要先設定你要多久時間聽著音樂 比如說你今天讀完書或是作文報告 睡前很累你想要聽個五分鐘或十分鐘的音樂 然後你就可以設定倒數計時 然後如果你是睡覺的時候還是睡不著想失眠的話 你可以設定腦鐘 就是你起來聽著音樂之類的 它最多可以連續播放二十四小時 然後再來就是你聽音樂的同時你可以選擇一個桌布 就是你可以讓它跑那個換片燈 就是你看這些一系列 比如說我今天選一個系列 比如說它海洋系列 它就是一系列海洋 還蠻精美的桌布可以一直播放 再來就是我講解它的操作畫面 它的使用者介面非常簡單 就只有播放鍵和音量控制 還有返回前一頁 所以它不會有太多的一些功能的 就是太花俏的功能 就是它只要你好好放上去就好了 接下來我一個一個介紹 它有沙漠系列 還有叢林系列 大自然系列 然後森林 夢境 還有山 然後這個是instrument 就是它的樂器 就是一些各種樂器 你可以去聽各種不同的樂器 然後還有peace 意象的一 piece 還有raindrops 就是雨滴 還有河流 Ocean Wave 有兩種 因為Ocean很廣大 再來就是Spring 吹的意象 還有Tropic 熱帶 還有Waterfall 瀑布 跟Sea 然後我們列出幾個可以改善的 還有優缺點的比較 首先它優點就是 因為它功能很簡單 就是讓你放鬆 所以它不用太多的 複雜的操作介面 所以它 蠻簡單容易上手 再來 重點就是它的功能 就是輸壓 還有它 是免費 好 雖然我們查過它那個公司開發EPP 它有付費版 它是把所有 剛剛我提到那16種結合在一起 而且去廣告 可是我覺得 用免費就夠了 好 接下來就是它的缺點 我們缺點就是 比如說你像剛剛選擇 你其中有音樂對不對 你點進去 你設定時間 它播放的只能有 一種它內建的音樂 所以你沒辦法去選擇 你想要聽什麼音樂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 你如果要放鬆的話 你選擇音樂應該是 跟你的心臟的心率 要達到配合 這樣會更好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會比較好 所以 有時候它們內建的音樂 並不是我們真的想要的 所以就是它滿不能選單調 然後它桌布就是 就是 也不是很說很多 就是大概每個 每個 城市大概只有20張以內 所以我覺得我們 給它們改善就是 建議就是 它音樂可以選擇多氧化 或者是 它把這些開放 就是讓我們可以自己選擇 我們需要什麼音樂 所以 這個我覺得 是滿 滿值得改善的 因為它其實設計得還滿實的 最後我們下節約 就是 就是 以這個APP來說 就是我們就是 紓壓為主 那 就是現在科技 就是發展到 就是你手機 就是很多 可以讓我們 就是 實用的東西 不只是就是 for fun 所以 我們就是 希望大家能 就是多用一些 對我們身心靈 能更多幫助的APP 就是 比方說像 醫療的APP 或者是一些 至少連導航都比較有用 所以 就像剛剛 就是 我們提到的就是 就是 你聽音樂 會讓自己愉快 所以 其實 有些 紓壓的APP 能讓你的心情更愉快 總比你打game 能打完 就覺得我疲累了 不是愉快 所以 還來得更好 這樣子 然後我 補充最後一點 以上的APP 其實都只是輔助 你不能依賴 因為你 過多一夜的話 你就覺得 那萬一有一天 這個城市 不見了 或是 手機不在身邊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它這個 只是輔助而已 所以你 最主要就是 你要把自己 應驗 你的心要想開 所以你就 不會有壓力過大的 這種問題了 好 以上就是我們報告 謝謝